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做完全做个人的地方 成于我们只要忘记这些咨语 就是认真 怎样去思考和研究老金这个人 和整个淘金的世界观 在开拍之前做过一些文科 去看过一些关于淘金的电影资料 去搜集过一些关于淘金的手法 怎么去财金啊 怎么去洗纱呀 吹纱呀 不管是寿武场也好 还是做不到自备零也好 其实这都是老金从来见过的世界 创造这个角色的难度 就会在于他怎样去和这个环境去融合 其实陈宝金还是一成成长性的一个人 他刚刚来到寿武场 他其实是抱着一种天不怕地不怕 我感觉我怎样的心态 但是不亮 刚来就被人露醒啊 刚来就被人露醒了 还是他丢失了自己的歌手 还在一场上 还在有打电视频 你干吗 我看到了 没事 没事 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为什么不关难 这是我当杀了 能不能乱 你行 可以 慢慢来 没中了 来 来 去 去 怎么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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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感觉狼狈的 先抱着这个 然后再慢慢往上上 狼狈一点 这部戏对演员的体力要求 和拍摄的难度系数非常高 回好 回好 回来啊 往里回来啊 往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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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射几个银子 手上合计 欲轻 伤痕 在脸上 在脖子上摔下去 刚掉一下是最早的 对啊 已经拎眼睛了 就这样拎眼睛 然后在大太阳里面 强光和自然现象就这么晒 然后整个人身体的水分也被抽干 早就会晒黑一点 然后拍两个脖子和身体的肤色是不一样 就要分解自己的肤色和整体的干边 对啊 撸起来吧 再黑一点 三个人 这次做出两个脖子 虎子也长出来 头背也长了 这是我第一次留伙子开机 下雨的时候 雨水可以顺着把手上滴起来 有泥硬的时候 泥巴的时候 灰有土的时候 甚至栽药去空里 或者是在晃动下 会有名的名量啊 我们在狂动的游戏确实是需要保持这样的环境的意境 就需要一直在房间一直走 其实挺呛的 但是没办法就是还得适应 因为就是为了营造有粗力感和一种画面质感 我们今天和其他矫情客的一个最长的区别的一致 他不会去为金子去违背自己的道理 去违背自己的人情 他的出境其实就没有到一个 甚至是后期要劝说他这个放弃对于金子的主要 熬金是什么意思呢 熬金就是要熬住自己人性中的金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游戏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不管你身边是否充满对于金钱的所有渴望 还是说你身边充满的诱人 对不要忘记自己在人性里保持自己的立场